23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已经多次要求合作调查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 但未得到相关方面的任何回应 拉夫罗夫称 俄方对该事件的调查透明度不抱期待 俄方仍将设法寻求北溪事件的真相 拉夫罗夫指出 俄罗斯要求对北溪爆炸事件进行公正调查 设法寻求真相 为此 俄方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草案 提出由联合国调查北溪爆炸事件 而此举让美国非常紧张 美国试图拉拢一些国家 共同阻止俄方提交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拉夫罗夫表示 他不排除美方拉到足够票数 阻止草案通过的可能性 但美国这样做将证明 他们企图掩盖一些事情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本月内 对俄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